青松 我叫Jeffie 我中美名字叫吴伟龙 大家都叫我王龙 大概是20 4 50 年前 那时候我刚刚进入一个职业漫画 现在当助理了 现在的职业的话有兼顾两个身份 第一个的话就是漫画培训老师 第二个的话也是一个漫画家 期间我也是有放弃过又再回来 那回来的时候的话 我就自己设立了一家叫做漫画工作室 就在2012年是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而设立的 漫画家是什么呢 就是漫画家是一个艺人 他本身的话可以把他的作品发扬光大 他可以表现得很好的话 他可以很专注的研究在他的作品的话 他就可以成名了 那么时间的问题的话 每一个艺人也好 每一个成功的人都好 每一个做什么工作的人都好 他只是要时间的问题 当他的时间达成达到一个成熟度的话 包括他的本身的技巧也是成熟的话 他肯定没问题了 其实马来西亚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地了 对我们来说了 因为我们的很多元的文化 多元的种族 包括当我们要想到如何发扬马来西亚的漫画的话 就是要改变 所谓改变的话 我们就不能是单一的一个题材 或者是单一的一个儿童市场 而且我们拓展的话就是不一样的市场 而唯一可以拓展不一样的市场的话就是面向世界 对于本地的一个漫画家 对于整个环境的一个问题就是市场问题 因为我们都知道 就是紫媒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出版业 开始的下锁 就是开始的没落了 因为很多东西的话可以在手机 网上都可以看到了 就是说有两个选择漫画家 第一 他要不要放弃他现在的一个传统的漫画 来去迎接新的漫画市场 因为毕竟漫画需要的话也是一个工作 他需要生活 所以当他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其实他要付出的力量很大 比如说 他现在在做这传统的漫画出版的时候 他也要兼顾在开发他新的市场 就是调漫市场 来做一个新的一个伸展 一个拓展性 其实作为一个漫画家最烦了的话 就是题材吧 因为很多题材都很多人画过了 包括一些的 比如说一些的想法 有时一些的剧情 一些的人物的一个发展 都是蛮苦恼的 因为说到底的话 漫画家本身的话 他要自己创造一个世界观 包括整个人的一个的 演绎的一个对碰 来让那个故事产生了一个 很好看的一个内容 它是要你个人的魅力的 就是你作品的魅力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简单 对来说 不是说我今天我要做漫画家 我就可以做了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我要做漫画家 我可以做的话 是为什么这个行业这么少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 不一样的行业 所以的话 真的是要坚持到底了 我也希望大家 在马来西亚的父母们都好的话 可以了解到 你孩子的创作 有时候他们想说的东西 不能在嘴巴说出来 但是在他们纸上 他们创作的时候 他们可以发展到 你们想象不到的一个世界 包括他们的想法 每一个作家都有他的想法 那么这个行业就是很奥妙的 它可以创造奇迹 因为它最重要的 并不是说你的什么的能力 它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你的内容是什么 你本身的 做创作的内容是什么